第38題 由於物體其位置與時間的關係如右圖 則下列敘述何有正確 我們給的是ST圖 ST圖上面直線代表速度 一條直線代表一個速度 直線越斜代表速度越大 我們5到7秒是一條斜直線 可是它做的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所以呢 B選項說5到7秒做加速運動是錯的 那麼C說0到10秒平均速度是1.3 如果我們要正確的做 我們就是要花多少時間走多少位移 我們的0秒的位移是在6 10秒的位移是在5 然後我們相應就可以算出來 但是其實我們一看就知道這一定不會對 因為5減6是負值 那麼這邊是1.3正值 所以一定不可能是對的 那麼再來我們的0到5秒中也是一條斜直線 所以它做的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所以隨時的順程速度都跟任何時段的平均速度一樣 隨時隨地的速度都相同 所以3秒速度跟4秒速度是一樣的 所以並沒有誰比較大誰比較小 所以諸說第4秒的順程速度大於第三秒的順程速度也是錯的 只有A選項是對的 好50到5秒呢一條斜直線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第38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0到5秒做等速度運動 好